专注听认真做笔记 沙灯二校学生不是在上课 是在为环保展做准备 这次的环保展参与方包括老师、学生 还有自己志工 动员人数超过200人 事前小组讨论 校方与志工良好互动 有了共知共事 还要进一步共行 环保展的部分道具 也由师生一起参与 环保展筹备长达四个月 结合了师生及刺激志工的用心 比如说志工要在进入校园制作的时候 我们老师已经做出了安排 以便志工一来到学校 可以在短短的四个小时内 学生就可以完成了他们的成品 这是很了不起的 其实一开始是想说 环保展我们也办了不少 可是就希望可以让整个参与 各方面的参与 印象可以更深刻 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有 结合其他的功能组 就比如说教育组还有慈善组 再来还有跨区 这个是一个模型地震 用同学理解的方式说环保 环保展也让学生自己来当导览员 爆检水的名字就是瓶 这个瓶也是玻璃瓶 还有因为我们之间嘛 我们之间还有剩下来的玻璃瓶也是可以 并学生在书本上读 而现实生活是两为四来的 所以要能够给他们改变这个态度 对环保的态度 生活习惯 这些道德教育 这个都很重要的 启动环保意识 期许环保展带动学校环保风气 也将这股行动带回家落实 来新闻这三美之工 继闻思许国境 李优胜马来西亚报导 我们每一天 讲不外地球